Hello大家好,这里是不去取经改行说电影的悟空 今天要和大家说一个未来世界人人都是帅哥俩女的故事 在未来,人人以宅为荣 于是发明了一种叫做代理人的机器 人们可以将自己的意识上载到他身上 通过他进行工作和学习 也就是有了一个超级完美的提升 但是由于太宅了 渐渐出现了一些反对代理人的队伍 并建立了没有代理人的保留区 一天夜里,一个机车男 杀掉了两个代理人 我们的主角汤叔是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察 等到他们找到这个代理人的主人事竟发现 他也惨死家中 一般来说,代理人受伤,主人是不会有事 而且死者竟然是发明代理人的博士的儿子 这个博士创造了最大的代理人公司VSI 但是在七年前离开了公司 等到汤叔告诉他这个消息后 发现原来是博士儿子 偷用了他的代理人才会被误杀 他们的目标是博士 很快汤叔就找到了杀害博士儿子的机车男的信息 发现他之前是在坐牢 但是却莫名其妙地被放走了 于是赶紧去追捕 没想到机车男却用特殊机武器 直接杀掉了前来追赶的警察代理人 汤叔的代理机器人也身受重伤 虽然有明文规定 代理人不能进入保留区 汤叔还是去追犯人们 却被保留区的人们给杀害了 保留区的领导也代应着手下 直接抢夺了机车男的武器 汤叔则因为触犯规定被停职 就这样他开始用本体战斗 发现武器来源于军方 但是他们在发现这武器会杀死代理人本体后 就取消了这个效果 再听到还剩下一个武器流落在外 军方也十分的震惊 赶紧出动去保留区抢夺武器 但是他们却意外地发现 保留区的领导竟然也是代理人 另一边 汤叔在同事的帮助下发现了警察局的内鬼 竟然就是他的上司 他于是窃取了上司代理人的芯片 知道了所有的事情 原来保留区的领导就是博士 他不想看到人们继续这样死宅 于是想要集合人类去反对代理人 被VSI公司的人知道后 才会买通警察局局长 找人用他们偷偷留下的武器杀死博士 却误杀了他的儿子 汤叔还找到了启用武器的密码 没想到他的同事代理人 竟然也是被博士操控的 博士在找到密码后就开始了疯狂的报复行为 他要杀掉全部代理人和使用他的人类 在汤叔找到博士时 他已经在输入毁灭程序后服毒自杀 于是汤叔赶紧连接到同事身上去销毁程序 在保护了人类以后 他选择毁掉所有代理人 想让人类回归到现实的生活 就这样死宅已久的人们终于走出了家门 其实机器就算再完美 也是代替不了人类的 人生的酸甜苦辣 还是要我们自己去体味 好了 今天的电影讲完了 喜欢的亲 记得点赞关注 请不吝点赞关注